现在我们的心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迷了 并没有丢掉啊 所以说迷失 他不起所用 并没有丢掉 觉悟了 他就起来了 所以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 测验自己 你慈悲心有多大 你觉悟就多大 这肯定的 因为他觉悟 他就起作用 迷了他不起作用 你能真正对一切众生 生起平等的爱心 真诚的爱心 恭敬的爱心 你觉悟了 你真的觉悟了 如果我学福 在佛法里面 我还有自私自利 我还有明文理 我还有贪嗔之慢的习气 没觉悟 真觉悟了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全没有了 这个觉悟 并不是究竟的 不是圆满的 你真的觉悟了 真的开始 所以从日常生活的 你说表现的现象 能看得出来 古来祖师大德 吃一遍的一些学生 学生修学 有没有成就 他知道 他看你 隐形动作 就晓得了 有没有觉悟 这个里头 没有迷信 觉悟的人 能看出 这个人的迷惑 迷惑的人 看不出 迷惑 所以这个荆题 荆题非常好 把我们修学的因果 方向目标 统统在这题目当中 如果我们锁定这个方向目标 是亲近平等 终极的目标是 就是大吃大物 大吃大物 一定建立在 平等心上 平等心 一定建立在 亲近心上 亲近心 一定建立在 放下万元的 这个四上 你有一桩 没放下 你心就不亲近 不亲近的心 来修佛 这是佛门的 所谓 学者 佛法 是世间法 不是初世间法 从前 李老师常跟我们谈 你可以作为一个佛学家 可以拿到波斯学位 也可以讲经说法 像天花乱坠 著作等身 你依旧还搞六道轮回 出不了六道 这叫佛学家了 老师的时候特别 告诉我还举了两个例子 我那个时候还没出家 所以这两个例子 都是在家人 他告诉我 古人 别学苏东部 经人 别学梁启草 为什么 都是佛学家 没离开六道 这两个人 都是决定聪明人 对于佛法 真理和深 真理研究啊 这我们不能不知道的